这片偏僻的沙漠位于内华达州 距离最近的大城市车程三个小时 没有手机信号 这里白天的气温是40摄氏度 到了晚上会骤降到零度以下 有时还会被卷入沙尘暴中 然而即使是如此极端的条件 每年仍有7万人 跋涉到这里度过一周的时间 杰特今年11岁 但他说这是他第12次参加火烧人 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 还是在妈妈的肚子里 他喜欢驾驶爸爸几年前制作的巨型鲨鱼车 作为集会的一部分 他们提供免费的冰淇淋甜筒 杰特知道黑石城的首要原则 是完全自力更生 这是他的必需品列表 冰 水 护目镜 面具 防晒霜 唇膏 迈克尔是这里的常客 他是和女儿一起来的 他们一起制作了狂暴战士 这是一个通过脚踏板功能的机械龙 能够喷火 我认为火烧人是关于有创意的自由 它是关于试图超越极限 尽可能地放肆 这样人们会说 哇 谁能想到这个 艺术自由在黑石城是一道规定 货币在火烧人不能用作交换 在这里人们遵循一条非传统的馈赠原则 无论如何 参与者都会免费得到食物 水或饮料 你甚至能够寄信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或者修理你的自行车 全部免费 比如有人来到我这里 我为他们修自行车 我信任他们会去 为另一个人按摩 而另一个人会制作热狗 那么我散步时就有得吃 我们只是信任彼此 会做适量的正确的事 火烧人是有关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梦 它是一种社会实验 人们聚集到这里 摆脱他们正常的生活方式 信任彼此 他们将这称为替代现实的另一个世界 在他们看来 这个乌托邦在这个星期里 对所有人都适用 美国之音记者达罗特 内华达报道 也计划 也计划